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加强基层政治理论学习 助劳理想信念之机 9月14日 白登山街道在西文村村委会 组织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近村社区理论宣讲 宣讲特邀视为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周立云进行授课 宣讲围绕近期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进行深入学习 从出版意义出版背景出版内容 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重要论述 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授课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宣讲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作为基层干部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立足本职岗位做贡献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发有为